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校门小帮手 生活中很多朋友都喜欢喝牛奶 牛奶可以为我们提供丰富的钙质和蛋白质 但是喝牛奶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喝完牛奶之后,不能吃以下三样东西 否则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不利的影响 那么究竟是哪三样东西呢? 下面赶紧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种食物呢 就是豆浆 相信很多朋友在煮豆浆的时候都会加点牛奶 认为这样营养效果会更好 其实这种搭配方法是错误的 这是因为牛奶不能煮的太久 温度太高的话就会破坏牛奶的营养成分 而豆浆呢,是要在水沸腾的情况下煮 如果把这两样放在一起煮的话 那么牛奶的营养成分就会被破坏掉 所以不建议大家把豆浆和牛奶一起煮 第二种呢,就是酸性水果 喝完牛奶之后最好不要再吃酸性的水果了 例如橘子,柠檬等高果酸的水果 这是因为果酸遇到牛奶中的蛋白质 就会使蛋白质发生变形 从而降低牛奶中蛋白质的营养成分 所以建议大家在喝牛奶的时候 最好不要再吃酸性水果了 第三种,就是牛奶不能和巧克力一起食用 很多人都认为高蛋白的牛奶和巧克力等能量型的食物一起食用会更好 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因为巧克力会影响牛奶中钙质的吸收 如果两者一起食用的话 会结合成不溶性草莓钙 这样就会让原本具有营养价值的钙 变成了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而且食用多了还会出现毛发干枯 缺钙,腹泻,异骨折等症状 所以牛奶呢,一定不能和巧克力一起食用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通过上面的讲解 大家都知道牛奶不能和哪三样东西一起食用了吧 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你的朋友和家人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